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星岛总编辑 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早上9点到10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星期四早上9点19分 继在每个星期的星岛总编辑时间 每个星期四都会有星岛日报 美西班社长和总编辑梁建峰先生 跟大家讲讲伊国国际大使 梁总早晨 Kent早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YouTube上看我们的朋友 你们好 多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看到在上星期之后 梁总收到一些听众的建议 开通我们星电视的会员频道 今天在未开始之前 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上 又多一个了 很多朋友加入了成为我们的会员 一开始的时候不如让梁总讲一讲 我们新开了会员频道的话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送给大家 或者跟大家分享 是这样的 我们开通这个星电视的会员频道 亦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想有一个更紧密的我们的直接沟通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会员的制度里面 就是在这个会员里面 就会一直丰富它的内容 第一我们做的就是 我们先将一些烟门节目 我们就会让会员能够提早 一天就能够看到这些节目 第二我自己也会当会员的人数到一定的数字之后 至少要有相当的会员 我们就会开通一个 就是跟大家回应留言的一个节目 就在会员里面是独有的 独家会员能够有的节目 我就会开箱里面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多地沟通 因为留言其实我也有看的 但是平日就很难这样一回应 我觉得每个礼拜抽点时间出来 跟大家直接回应一下这些留言 都是很开心的事 所以我就会当会员 我们现在等大家好像集叫一样 我们聚集的一定数量之后 我就会开通这个节目 那就期待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直播当中 也收到很多网友的提问 或者对我们的疑问 或者有些东西想分享 或者想等梁总回应 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 所以我们开通会员之后 相信梁总应该会 加入了我们会员的朋友 就可以问一问有关的资讯 大家可以在那里有些互动 这个时候就立刻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是克里访华的原外音 克里就是前国务卿 前国务卿 也选过总统 现在就是气候问题特使 最近就去到中国做一个访问 有几位中国的高层都和他会面 好像外长王毅 还有副总理韩正等等 都和他有一个交流的 视障会议 原外之音在哪里呢 有这么多的中国的高层会同 特使克里去做一个会谈 美中关系自特朗普开始打贸易战 然后摆明居马的要搞一场新的冷战 美国就要打压着中国的发展 这个政策就延续到拜登 拜登也都完全继承不得止 还继续往前推进 拜登曾经上任很久 就跨下一个海口 作出一个承诺 就说在我任内 绝对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这句话是很有决心 也算是一个大声的责呼 但大声责呼之余 也都被人感觉到有点酸离 因为美国作为一个 在上世纪一个新兴的国家 然后在一次二次大战里面参战而挖起 到战后主宰全球重建的格局 主宰全球经济 这个超级老大的地位 无论在全方位都不仅是公营 是实质拥有的 政治、经济、文化 各方面军事都是一哥为止 所以应该无用置疑 但是到了一哥要说 我任内这四年 不会被人超越我的 当我一哥说这句话的时候 虽然说得很豪迈 但是大家会有点 为什么一哥说这些话呢 一哥来的嘛 一哥如果不是真的 遇到十分紧逼的竞争的话 似乎不应该说这些话 所以拜登也说这些话也反映了现在 美国的一些状况 所以在拜登上场之后 是继续关税贸易战 然后在政治方面更加积极的 用一种围堵式 就是奥巴马时代 就是希拉尼所提出的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 的进级版 2.0 斗杂不单止亚洲国家 亦都包括欧洲国家 亦都调动到台湾牌 劇烈打 特朗普上场的时候 未上场 先跟蔡英文通过电话 现在美国军机都已经三度降落台湾的机场了 刚刚欧盟 亦都通过了欧盟外交委员会 亦都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报告 建议欧盟全体来表决 是不是提升跟台湾的关系 将欧盟驻台湾的办事处 证明 欧盟经济卖办事处 现在说明是驻台湾 凸显台湾这两个字 台湾这两个字的用法 在里面有些巧妙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地名 这个就是经典 不许话 我弹出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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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台湾 地名而已 然后 台独人看 不是 我不是中华民国 现在我是台湾 他们是一种台独的意识在后面 所以 当欧盟做这件事的时候 有几种的含义在那里 欧盟最后会不会全体通过 不知道 至少欧盟里面一个外交委员会 做了这种动作 所以 美国 一直 抖习各方的力量 来压制中国的发展 是明显的 但是美国策略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我要竞争就竞争 我要打的时候就要打 要合作的时候就要合作 那哪些地方要合作呢 小范围地方 好像 朝鲜问题 现在说是阿富汗问题 然后又说了 全球暖化气候问题 这次气候暖化 我今天的题目说 克里访华引起我一些观察 引起我一些感触 可以这么说 克里是什么人物 克里是民主党的 资深议员 曾经参选过总统 离开白宫是一步之遥的 又做过奥巴马时期的国务卿 走返全世界 一个在民主党里面 外交力量那么丰富 也是政治力量那么资深的一个议员 一个去派他去做什么呀 去做这个 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特事 这个职位本身呢 大家都知道在说环保 特朗普就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 现在 拜登又重新加入 这个应对全球气候的暖化 美国应该是做领袖 不是做退缩者的 所以拜登又回去 派克里作为一个特事 但是问题就是 克里做这个位置 是大财小用的 嗯 因为如果你只是要 我们美国要积极做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因为大家都知道气候变化真的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我们这么多地方有水灾 洪灾 天气变得反常这些 都是真的 但是美国要处理一个 这样去跟全世界联统来说回 加回进去 做这个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 领袖地位 做美国的一个代言人 为什么要找到克里呢 克里已经不是第一次 因为用这个身份去接触中国了 你印象中这次是第二次了 这次第二次 以前不是亲人到 这次上次不是亲人到 不是很记得 总之我记得是第二次了 好了 这次又亲身再去一次 我觉得 克里 不仅是这样的身份 我觉得 用它来借助这个所谓 气候特事这个身份 去接触中国 肯定是有另外一个 工作的 任务在里面 所以昨天应该是NBC 也有一个记者 也有一个提问 说 喂 克里 访华 是不是有 另一些 任务的 这样 这个就是问中国的 问中国 究竟有没有另外一种任务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任务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又不是什么内幕人士 我们又没有什么渠道 但是我们从 以发布的资料里面来看一看 究竟克里这次访华是怎样的 克里这次就说去亚洲国家 就是 讲这个气候的问题 那他就去到日本 去到日本的时候 就发的消息就说 拉着日本一起 我们都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减排 但是呢 现在全世界碳排放最高的国家是谁 是中国 中国污染地球 是最严重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中国施加压力 让中国 听话 做好它的减排工作 这样 这个是在日本发的 然后我看回我们英文的主流报道里面 也都是大部分集中在 这样的标题方式说 克里去中国 去中国就是要挑战中国 做好减排工作 或者有些字眼就说 压力去推他 去做好 保护地球的工作 用这个 切入怎么来形容 还有克里的访问 这个时间我们稍微去广告 稍后再继续探讨有关的话题 的 星电视 社会恭喜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星岛总编辑 梁建峰 回到第二节的总编辑时间 上一节的美声我们说到 美国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他就在很多地方 说要中国 要减排等等 但到了会谈的时候 中方官员的回应 他就好像交谈得来 又好像比较融洽 没有那么刀光剑影 这样看下 在巴黎协定上 美国曾经犹疑 也都不是很没意的内容 至少在保守派里面 共和党 就不认同 对这个协议里面 全世界各个国家 要定下一个 减排去到 所谓的炭中和 制造和减少排放 要参消役奖 到了0排放 要求里面 先进立国家 就不想做这么多 刚刚在谈判ichen 因为阻碍经济发展 要叫投资 很多的东西 所以在美国 也都有不同声音 但現在民主黨就比較傾向要做這件事 共和黨就比較不太願意做這件事 現在民主黨執政了,在這個話題上 其實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發展的國家裏面 他作出的承諾是最大的 因為他明確說他現在是碳排放最高的國家 但他在2060年要達到零排放 然後將電動車取代燃燒汽油車 也定下了一個時間表 所以現在中國在做很多事情 包括中國公交車 在很多城市裡面全面都是改用電動車 是零排放的電動公交車 所以中國正在這裏 這個目標很大,挑戰很大 他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美國現在就說 你要做好一點,污染最大是你 去到講這件事 中國也在做 那個落力度可以這樣說 美國的碳排放低於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自己也沒有什麼工業 我們主要都是 現在是汽車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工業早早就外流出去 出去其他國家 所以有污染的工作 都不再在美國做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用黑理去 是否只是說這件事呢? 我覺得這件事的意義是有 但是又不是那麼大 尤其在現在 美中關係陷入一個這麼惡劣的低谷裡面 任何高層的接觸都會受到關注 都會被認為是具體改善 兩個關係的一些舉措來的 好像早前這個國務卿 助理國務卿 在美國的外交部門 第二交議的社曼 也都去了中國 這個是社曼的要求 是美國要求要訪問中國的 所以是中國官方說出來 是應一下美方的要求 接待了這個社曼 但是接待社曼來的時候 社曼出之前 就說我要用實力 來跟中國的官員來講話 被噴了一面 最後又沒有去到北京 就是在天津 天津現在就變成為 美中官員在中國見面的一個 指定地點 估計暫時到現在是這樣 去到的時候 也都見不到什麼特別的官員 最後看到黃毅 因為現在講求看到什麼呢 中國主張的是 大國與小國之間 要平等相待 這個世界每一個國家 都要平等互相尊重 爭取的是共贏 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與美國 中國都是一個大國 所以在中國與美國的交往裡面 也都不斷重新提出一個 要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礎 所以 社曼來到的時候 上次你登附我去阿拉斯加 我這次擺兩天津都挺好的 然後 接著見的人 你這樣的層級 難道你想見到國家主席嗎 又見不到 只見到黃毅 黃毅已經算是 在職務上已經高到半級了 這次 克里又來了 克里來的時候 之前都是說一些 小小的狠話 也不算很狠的 對比起其他人 但他又是在天津 黃毅 還不去親自見他 用個視像來見他 接著見完黃毅之後 談過了 可能大概都覺得談得可以 於是 就由常委 韓正 又升級了 都是用視像 為什麼用視像 是不是一種 防疫需要 因為這些高層的外交官 難道要在中國隔離十四人嗎 當然沒有 有些外交豁免給他 那不是為了防疫 所以大家不見面 又不是 天津和塔利班 一班粗兵進去 王毅也是親自見他們 坐在同一個房間裡來談 所以這個 相信和疫情是沒有關係的 某程度上 好像有些冷待的感覺 又不是不見你 但是始終是要 說得難聽一點 玩一點點 你說 去天津 坐下來和他見一面 有多難 但就讓你覺得 我不是那麼容易 我不是那麼熱切的 接待你 而新政坐下來和你談 也是中國的氣候問題的特事 我和你同等級的職務就是這樣 那我就拿回跟你同等職務的人 就是和你對等的會談 所以要外交部長見你 我們只要用視像 常委見你更加是視像 常委、韓正見你 反而是說氣候問題 官方發佈 官方發佈都是說氣候問題 但王毅就不同 王毅作為外交部長見他 王毅就說 說了一句話很有趣 他重新提過 美國必須要積極回應 兩份清單和三條底線 什麼是兩份清單和三條底線 我們之前說過 要求美國要去做一些事情 在美中關係上 中國認為美國做錯了什麼 做錯了什麼 包括孟晚舟 對中國幾個不同層面的打壓 貿易戰 還有一大堆 譬如說 去詆毀中國的制度 三條底線 大家回到網上找一下 兩份清單和三條底線 王毅在我的時候 和克里說 重新提 還有這件事 他用一字很有趣 他就說 舊帳未清 就不要談新帳 這個時間我們稍微開廣告 待會回來繼續探討 究竟中國方面 接下來是 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時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朝早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 同報現場直播 回到第三節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上一節 尾聲就說到 在中國方面 他們回擊美國的氣候問題特使 克里都是用這個視像的會議 特別是兩名的高層 想問一下兩種 會不會現在這樣的做法 中國方面已經開始 回擊美國之前的一連串打壓 這樣說 中國是站得比較硬 而且這樣表示態度 這個就是從阿拉斯加的會談開始 就已經很公開 就是說 我是有態度的 我的立場不再模糊 也不再關門才說 我就公開就會說 所以當用視像來到會見這個 克里的時候 黃毅居然提到 兩份清單三條底線 還要說一句 不能夠舊帳未了又添新帳 意思是什麼呢 你過來和我談一些事情 你想我做一些事情 當然是某方面的合作 因為在克里尼之前 國務卿布林肯 又說打了電話 又和黃毅談過 又說什麼 說阿富汗的問題 對嗎 所以 有些地方 是可能美國 對中國提出的要求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你說在經濟 關稅上 有些人都說 可能現在都在談 什麼時候放寬關稅的問題 一連串 但是不知道他們 有些什麼在這裡提過 但是從黃毅這句說話裡面 他說不能夠舊帳未了又添新帳 意思就是說 喂 現在是你找我談 不是我有求於你 所以這句說話 本身就帶出來一件事 就是說 究竟是誰需要誰比較大的問題 這個不是說客觀 而是說感覺 我怎麼說呢 究竟是客觀裡面 中國需要美國多些 因為美國需要中國多些 那可以 你學者也好 或者你政治分析也好 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在那裡 我現在說的就是我的主觀性 在中國看來是怎麼樣 在中國看來就是 美國需要中國多些 不是中國需要美國 因為從這些說話來到反映 不能夠舊帳未了又添新帳 就是說 喂 舊帳未清 哪個舊帳 就是兩份清單 三條底線 其實那裡有很多事情 也可以說 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 第一次 中國這麼公開 這麼明顯的 要求美國去做一些 他不太願意做的 或者跟他做現在的事情 如果關係正常 現在做的事情 大家都很接納 也不需要提 提要求的話 當然是覺得 喂 你有些事情做得 不是讓我這麼接受得到 希望你去改正 那麼中國這麼公開 提出這些要求 是第一次 提了是不是就算呢 上一次 四個晚上的時候 提了是不是就算呢 美國也沒有什麼好 至少在表面上 我們沒有看到很大的回應 但是 他又提 這就是說 第二道 咬住這個 所謂 兩份清單 三條底線 可以見到 我們可以預期得到 這個是會繼續下去的 繼續下去 中共是會咬住的 意思就是說 這些問題不解決 中美關係 很難再向前走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這個時間去廣告 最後回來繼續總編輯時間 總編輯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朝早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回到十點前的總編輯時間 想問梁總 其實怎麼看中國的一連串行動呢 中國現在是強硬了很多 如果你換轉十年前二十年前 未必能夠跟美國用激烈的交鋒 怎麼看中國的底氣在哪裏 有些人就會覺得 唉 中國 死剩八嘴而已 這樣咬 你看看 朝鮮也很咬 委內瑞拉 以前古巴 罵美國不罵得厲害嗎 但有什麼用呢 有些人不會這樣看 覺得中國就是嘴巴上面咬 就好像當歐盟外交委員會 就在那裏搞台灣牌 不要說搞台灣牌 弄個什麼報告出來 要交流和台灣關係 這樣 中國都是外交部說 哎呀 就是強烈譴責不接受 知而少女 都是得過講 是不是這樣呢 中國是不是只是 哎 總之就是打中國面 衝闊腦 打口水仗呢 這樣 我們看看中國究竟在做什麼 那個底氣在哪裏 美國 無論那些人怎麼說他衰落都好 他始終現在仍然是世界超級大國 他的美元的力量 仍然是龐大的 美國是一個 大家不知道 我們身處美國 你知不知道美國是一個 什麼形態的國家 嗯 我們是一個 不多需要生產 但可以享受很好 而且一個財富 用之不竭的國家 嗯 從某個程度來說 美國是天堂來的 因為我們每一年 我們美國人的靜新生產力 生產出來的東西的價值呢 是不等同於我們享受了的價值 我們享受是遠遠多些的 嗯 所以經常講的問題就是 喂 我們的貿易赤字 經常說人家不公平不公平 其實有一點點是佔了便宜 又賣乖的 因為你 貿易赤字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出口賣給別人的東西 跟你去買別人的東西 那個差別 6月又創新高了 剛剛出來的數字 我們美國的貿易的逆差 又上一個歷史高峰了 去到750億 6月份的數字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能夠印錢 我們的錢是說要就要的了 魔術師隨手就得來的了 財政部和聯邦儲備局 要多少就多少 立刻有一批出來 那這些債券賣給別人 買了別人 拿著我們的紙 那我們就可以有錢了 變成美金 美金也是有價值的 對什麼貨幣也是有價值的 我就去買你的東西了 那你說外邊債券市場不多好 那我要加息影響我們 那外邊不夠人買什麼呢 聯邦儲局自己買回 自己買回 又是有錢 總之美國是不停地變錢出來 用這個錢去買世界不同的東西 所以美國是一個大國 那憑什麼 中國覺得可以這麼硬正地坐在這裏 跟美國說話呢 你靠什麼呢 我想第一樣靠的 有些人會覺得虛無 但是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靠的是志氣 嗯 志氣 即是你說 當你要追求一個東西 就說 我要追求一個平等 尊重 作為國與國之間 我要有一個平等的地位 有沒有哪個人說 平等不對的 你跟美國怎麼可以說平等 不是啊 美國都說要平等的 美國就是一個 最追求自由民主 公平的國家來的 美國是關注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權的 所以自然就應該去接納這個平等 互惠的標準 這是國際交往的一個 沒有人能夠推翻的標準 只不過中國現在堅持這個標準 就是我們要平等 我們要平起平坐在外交往上面 我們不能夠再被你 我們不能夠再仰視你 這樣 所以這個是 第一是志氣 堅持 對的東西 第二就是 中國實際 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哪裡 大家今天 做一個抽樣調查 就行了 你上去今天 中國版新聞 你不要看英文網站 因為你看英文網站 全部都是中國那些不好的東西 你看看中國網站 究竟中國政府 不要說那些宣傳 口水花的 我們不是看那些 是那些 實質政策 真是具體的東西 中國現在在做什麼 今天在中國網站上的頭條 就是習近平發表一個講話 說 要設立北京的證券交易所 現在證券交易有什麼地方 深圳 深圳 上海 現在要開北京 就是說 在這個融資資本市場裡面 有人說 現在搞極端極左共產 所以打壓那些大資本企業 什麼騰訊 阿里巴巴 教育板塊 全部受打擊 有人說 這些就是極左 但不是 他又搞多一個證券交易所出來 而這個證券交易所 還會表明 特別說 是對國內的中小企 解決中小企 融資的問題 是鼓勵創新的中小企 所以有時候 去看這個國家 最重要是在做什麼 不要用簡單的意識形態 可以一大盒帽子套下去 然後套完別人的帽子之後 就覺得自己很開心 我很威風 沒有用的 這些事情 你看看 在這個時候 中國要搞多一個證券交易所 證券交易所 股票這些事情 是西方資本主義搞的 這些人是西方資本家的遊戲 中國現在 又說 我們早日 習喬號 跟Larry 這樣說 中共搞共同富裕 提出一個西方 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共同富裕 解決了極端貧困的人口 就是負貧 解決了精準負貧 即是達到目標 我剛才解決完 所謂的極端貧困 但不代表那些人不窮 還有很多人窮 所以下一步就是怎樣 解決了極端最底層的那些之後 就是共同富裕 財富的再分配 這個過程裏面 就做了很多事情 其他一件事就是 搞個證券交易所出來 這個證券交易所 北京搞我們做什麼 是幫助創新的中小企去融資 即是利用那個資本 來幫助中國的小企 中小企能夠有發展 中小企代表什麼 代表一些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即打通向上的通道 創造財富 或者他能夠過美好生活的機會 亦都是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 所以很多事情 中國正在做的事情 我們一件一件來看 這個時候稍微去廣告 最後回來的會是 10點之後的總編集時間 我們先聽聽新聞簡報和廣告 我們在廣告的期間 我們看到很多網友 加入了我們的會員 真的很感激大家 謝謝 也希望能夠有更多朋友 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的頻道 能夠健康繼續運作 多謝第二 我們剛才說到中國現在正在做什麼 比較關注的 軟省一點 就說了交易所 開了一個新的 另一個就是藝員 藝人 最近也有很多新聞出來 有些網絡說 現在演做明星都不好過 例如說近期 大家很有記憶 或者很有名的趙薇 突然間變成劣質藝人等等 很多明星方面 現在規範他們的行為等等 或者稅收等等 現在明星方面 中國整改娛樂圈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也想知道 這個整改的內容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基本上幾件事就是 天價的報酬 逃稅瞞稅 陰陽合同的問題 所謂飯圈 如果大家聽聽 我們時事觀察集結號 我們新的主持 郭海 郭海 這一期說得相當好 如果大家想了解 都可以重溫一下 這個禮拜的時事觀察 裡面有飯圈的問題 就是在粉絲圈裡面 炒作、盈利 然後推出一些偶像 新的偶像 這些偶像就是用工廠式 製造包裝出來 然後利用粉絲的效應來賺錢 就是說很多現象 中國政府現在就管 如果我們在其他地方 就會覺得這是市場行為 如果美國也好 或者在其他國家 出現這些情況 我們可能會覺得 依市場行為 他炒都沒炒 他撈到就沒撈 他撈到就沒撈 他撈到就沒醒目 他撈到錢 騙了你 這樣就騙了 但是中國 居然會干預 出手去干預這種亂象 還有說說演藝人員 應該有演藝人員的道德 注意他對社會風氣的影響 不能夠對社會有壞的影響 譬如在綜合節目也好 或者電視劇裡面也好 標榜一些歪風 這種管治就是中國家長式的 他去管治 然後祖輪就管教育 中國政府內部裡面 很多時候他都明確要去治理 你說的 中性一點就是治理 另一個就是管制 帶有色彩的來講 但是中國在做這些事情 在社會裡面 要去納入一個規範裡面 有人就說 這種就是新加坡的模式 新加坡李光耀 想這麼沒有資源 人口這麼小 土地這麼小地方 能夠生存 而且還要繁榮過得好 所以政府採取一種強勢的管理 包括一些社會上集體的行為 譬如你吐香口膠或者桃鴉 要去打藤 邊形那個是一個 要去打藤 這種不是中國現在又打藤 意思就是說 用新加坡這種管治的模式 現在中國似乎是這樣 中國更加複雜 在這些地方 他有規範給你們 他要去管理 包括我們早前說的企業資本 他這些公司又要這樣做 又說出一個 昆富 我的資源要重新透過幾樣的 解決住房問題 尤其是青年的住房問題 政府要建幾多的公共房屋出來 或者政府津貼的房屋 又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這些企業 似乎開始聽說 今天看到騰訊阿里巴巴 又捐出一千億多少錢 來支持共同富裕的政策 騰訊是最積極的 留意這件事 好了 又去做 可能因為錦騰訊這個星期的股票 又好像升了一些 好了 他們要做 但是大家要留意 他做的方式不是派錢 美國企業都很講究企業的社會責任 每個大企業都有一個社會責任的部門 在社會責任部門裡面 做些什麼 派書包 捐納錢給慈善機構派午餐 都會做這些 但是中國現在你看看這些企業 他拿錢出來 大企業都拿錢出來 拿錢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去慈善公義全部派出去 不是這樣的做法 他在裡面說這些錢 他成立好像騰訊 阿里 阿里說他會成立一個常設的部門 然後這個部門就會從幾方面 來容許這筆去投入去推動中國社會共同富裕 其中包括就是科技創新 怎樣應用 你掌握有的科技去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或者更多企業去升級的機會 所以這一種的 重申第二階段的再分配資源裡面 不是簡單的 我把錢扔到你的袋裡 不是說再找一些低收入戶 可以幫扶的對象 然後我就塞錢給你 其實中國一直都不用這種方式 不是說完全沒有 有但是希望你能夠自力更新來做 所以這個是帶動中國第二輪的科技 再擴散到入到民生 而不是這種科技帶來生活的成果 是掌握在少數人的利益口袋裡面 這個就不會是西方自由經濟社會會做的事情 我們在美國不會的 美國我們很仰慕誰 最初是仰慕 Bill Gates 電腦本來以前不斷打字 用那個叫DOS 不知道大家年年都沒有用過 DOS學過 很小時候 寄很多指令 突然有個視窗畫面 用個Mouse Apple其實也先做事 不過是視窗抄 這樣控制很多 看公仔怎麼來怎麼去 有個鼠標 所以接下來現在到我們Facebook 我們去仰慕一些科技巨頭 沒錯 這些科技巨頭很厲害 包括亞馬遜 賣東西 打死了我的實體店 現在我有時候行過商場 開車經過一些大的購物店 我都替他們有點仇 有少少人煙稀少 糟糕 好像剛剛早前經過一間Frys 撿了 Frys以前賣電器賣東西 我們去買電腦 排隊的 什麼家店什麼都會有 超大的一個實體店 撿了 我在想 這麼大的東西 建在那裡 誰可以進去進駐 他怎樣收回租 怎樣去用這個物業 我不懂得想 可能我沒有眼光 但還有哪一家人可以開這麼大間店 因為再把它撿開 因為再把它拆開 起樓 這個轉型是習慣 但財富集中在哪裏 集中在亞馬遜 所以亞馬遜這個有錢人 不僅可以巨額離婚之餘 飛上太空 還可以上太空 還可以玩很多東西 這就是西方的模式 和中國的模式 中國模式就是 這些大龍頭 做到體量已經很大 像外國這些大同級公司 類似這樣 甚至阿里巴巴做的生意量 比亞馬遜更厲害 但是不是由得你這樣 政府又要管你 那這種管究竟是 好還是不好呢 如果你說我帶來 這個中國 是共同製造出來的財富 所以就要由政府的行為 用方法 讓更多人能夠享受 社會進步的成果 你說這種政策 會引來很大的反彈 但至少第一的既得利益者 要先反彈 所以能走就走 不走得掉那些 或者認同的 就跟著政府做 不認同那些 走出去之後 就大聲罵你 都會是這樣 但是 能不能夠持久呢 這個我們就要看 中國這樣走這條路 是艱難的 是 但是 現在看來 中國又好像 很有底氣繼續走下去 好 這時候我們去廣告 回來我們繼續關注其他的議題 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總編輯 星島總編輯 和中美之間的關係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其實這幾個星期 這個星期 我們很多頭條方面 都是關注阿富汗的局勢 美軍提早一天 就完成了這個撤離 但是 現在對於總統拜登來說 他在今次阿富汗上的撤離行動 真是背腹受敵 怎麼看阿富汗這個 跟著下來的走勢 對於美國的影響 剛才我們講漏了一樣 就是 楊潔篪 中國外交政策的最高負責人 中國國務委員 楊潔篪 亦都用視像建了克里 也是用視像建了 說回阿富汗 其實就是這一輪的新聞焦點 全球新聞焦點 但是隨著撤軍結束之後 這個新聞好像又靜了一點 我都有些感慨 阿富汗20年 美國佔領阿富汗20年 最初的時候 小布殊出兵 911 大家覺得在那裡抓拉登 打擊基地恐怖分子 關注了一輪 關注一輪之後 又出了人們的視線 因為新聞就是這樣 有熱度 永遠是熱的 之後又要轉轉的話題 一轉轉轉 轉了20年 我們要關心的人就關心 但大部分人就不關心 甚至以前有說 要找美國人在地圖上 找阿富汗出來 十幾其九都找不到 但是我們在那裡 二十年 花了以億計的經費 在那裡 年年花錢 而且人員傷亡 死的以千計 傷的以萬計 那樣的代價 用在那裡 現在就回來了 撤離的時候 我們又關注他 撤離的時候 機場怎麼亂龍 怎麼這麼厲害 那些人多淒涼 想逃離阿富汗 我們又關心了一輪 好了 到美軍 我們提前一天 撤退了 走了 那事又剩下來了 我看來覺得 我們對這個 這樣的 戰亂的 窮國 的關心 是不是就是這麼多呢 到現在阿富汗要 重整政府 現在政府都未完全出來 還在國方協商 我看回西方媒體上的 關注度 就開始慢了 所以對於阿富汗 將來會變成一個 怎樣的社會 是不是真正的 關心呢 這種的關懷 就是我們經常說 我早一輪 就是早個禮拜 大家的愛心很爆棚 看到那些人 把那些嬰兒 這樣推進去 被那些美軍 截著 帶走 又有 飛機上有人 跌下來 我們看到很心傷 一般人都有 測影之心 人家有之 但我們對 這樣的窮國 弱國 他們今天的環境 關心 就是 跟著傳媒的牽動 走一走 完結 我覺得這種 也是另一種的冷酷 其實 因為阿富汗這幾千萬人在那裡 經歷過不同外國的侵略 由最早的英國的殖民地 到蘇聯 到美國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塔利班 只有七萬幾個戰士 現在講一下 七萬幾個武裝人員 拜登也講 我們總統也講 我訓練了三十萬 裝備精糧 美式裝備的阿富汗政府軍 怎麼都可以 但回到我們來想 為什麼七萬幾人的塔利班部隊 可以只用十天 就能夠佔領全阿富汗呢 如果每個地方都要在那裡開槍 要在那裡攻城掠地的話 可不可能做得到呢 不可能做得到 明顯的就是 因為很多地方是透過談判 你來吧 或者各地都有自己的民兵武裝 有不同的部落 有不同的領袖在那裡 大家都不理 有一個塔利班 長驅直進 為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他們 會完全投降給塔利班呢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但大家 看不看得出 阿富汗之所以塔利班 能夠十天 就去到首都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阿富汗有一種 人有一個共同的 願望在那裡 就是說外國人要走 嗯 所以他不理將來 政治利益再怎麼分配 或者我們的地盤 怎麼再分配 或者我們在政府裡面 將來要怎麼搞 咦 第二回事 大家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一個共同的 一個共識在那裡 就是說外國人必須要走 所以如果塔利班 是能夠讓外國人走 因為他 你美國都知道塔利班實力最大了 於是特朗普的時候 已經跟塔利班談判 有了協議了 我們不如就 讓塔利班繼續去做 然後跟著這個協議 讓外國人走完 我們自己關門 才來搞 所以其實現在阿富汗就是這樣 而阿富汗 這個新的塔利班 他看到他現在組國的時候 就是組織他的內閣 組織他的政府的時候 他經常標榜一件事就是 和平協商 解決阿富汗的民生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 理性追求 一個穩定的 一個這樣的願望 這個願望能否達成呢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有很多困難在裡面 但是至少他是想做到這件事 好了 這個時候 西方國家圍著 曾經進去阿富汗 佔領過阿富汗在那裡 戰鬥過的這些西方國家 現在卻是在看著阿富汗 大家都說 你做好一點 你做好一點 我或者有機會承認你 或者你再做好一點 符合雙方的利益之後 我或者又會給你一些援助 而美國現在手上 還是把阿富汗的央行 其實就不是撤到阿富汗 阿富汗的央行就算了美國 美國還拿著他 九十幾億 九十幾億 一百億 是不是一百億的美金 阿富汗現在說 連食都沒得吃 很多人 這幾千萬人在那裡 糧食極其短缺 食都沒得吃 但是這邊 就扣住了阿富汗的錢 說我信不過你 你和恐怖分子 你先搞清楚 你作出承諾也好 具體行動也好 你和恐怖分子切割 然後呢 你要和我保持一種 我接受到的關係 一種合作關係 我把錢給你 你說這種是政治上 有沒有道理呢 有道理 但是在人道主義上 是否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阿富汗今天要走的一個模式 去成不成功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例子 我們一個弱國窮國 一個這樣的國家 我追求一種生活的穩定 如何在大國的手指欄裡面 來墨球 你能不能夠成功呢 我真的很關注 所以希望大家 多關注阿富汗 這種關注 不是只說 飛機有人掉下來 我們關心一下 也真的要持久關注 這個國家如何走下去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來到尾聲 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是總編輯時間 再一次在尾聲 多謝所有參與了我們會員的朋友 多謝你們 希望能夠介紹多些朋友 支持我們的頻道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